老四就是欺负死他 他都不敢说话 老四就是欺负死他 对你们父母 肯定就是个孝顺了 别的没有了 你看这桌的菜 我都做不出来 还怎么着啊 还挑 谁啊 谁啊 你怎么来啊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篮子 来来来 你看你这菜子 我就问你怎么来的 这就客气 有你这么客气的吗 没事我还不能来了我 你让他进来说 老二你干什么呀 他没事不能来你这儿啊 就是 爸妈又不在这儿 我愿意来啊 你放心放心 我吃过饭了啊 不差你这一口 有剩饭你吃啊 什么人呢 问你呢见老四了吗 见着了 他说他不来 他怕我二姐打他 我武松啊我 我得谁打谁 经过造谣 你瞅你那样 你看你暴脾气 地球人都知道啊 都知道你少来 我告诉你 你要再在我家创造中 不和谐气氛 我真给你撵出去啊 妈他又要动武了 行了行了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以后你们俩就别见面得了 见面就掐 见面就掐 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回事啊 那宋车呢 没找着 医院还有他家我都去过了 那哪儿去了 他 他不过日子了 这我也不知道啊 这样吧 明天我再接着找 你上心找了没有啊 我怎么叫没上心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了 我腿都快跑跑跑了 有你这样的说话吗 真是 那呢 我找了 你放心 把这事包在我身上 你也别操这个心了啊 爸 我肯定把你这媳妇给找回来 程伯 你说的啊 对 我说我说 我再帮我 你这个呢 这是什么呢 这 这 这是裙子 还说我没好好找呢 裙子都得准备好了 花了我一个礼拜工资呢 瞧 好不好看 什么呀这是 你不懂了吧 这个钱可流行了 挺贵吧 就是 就是他送不出去了 你看 老三啊 老三啊 老三 怎么了 不能忘记玩着呢 你这裙子 这小说点我能不会查 你这是三百五 还是三千五 这不写着三千五吗 真三千五啊 你脑子里门挤了 你花三千五 买这么个破裙子 跟桌布似的 三千五 你给爸妈买东 也没花过三千五啊 你也没给我买过三千五的裙子啊 瞧你的样 看你从头到脚的 你缺吗 我不缺是我的 你买是你的 人家送券一闹 你给人买裙子 那我跟杨世强闹离婚的时候 你怎么不是花的钱哄哄你二姐啊 你是我二姐 又不是我二嫂 一家人 干嘛那么计较啊 你还把我当你二姐啊 你还把我当一家人啊 你可算了吧 你结婚的时候 我送你那镯子 你都能一转头送给人家 行行行行 还给你还给你 一破镯子 一年收费三百六十六 别人受不了了 还啊 还啊 拿走 摘下来摔下来就摔碎了 不要不要 行 给我给我给我 来来 你老头在镯子 我都收拾完了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啊 别 吃水果 我不是了吗 回什么回 回 这么讨论呢 全家开会没讨论完呢坐 还没讨论完啊 行了行了行了 把你嘴堵上买 吃点东西 吃点 来 谢谢妈 吃点东西 吃点东西 夜里 吃点东西 冰箱子 拿出来 Schnee 冰箱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老四答应了吗 你就瞎张罗 莫名其妙 我怎么干没意义的事了 那你不得先背一个吗 他演的电视里相亲那个 你看了吧 个个条件都不错 怎么就找不着啊 没有合适的 你这提前背一个 你到时候不省得抓瞎吗 瞎吵醒 老四听你他 就是 爸 找那姑娘叫啥名来着 小 小云 小云 吐死了什么 吐什么呀 你跟名过呀 爸妈 你知道宋娟为什么 对老四老撕的撕的吗 他瞧不起老四 老四是个修车工 宋娟心里有优势 你知道吗 小云不一样 他农村的呀 他有什么优势啊 只有咱瞧不起他你知道吧 咱有优势心里边 划算 是吧 大姐 是 他们有爱情吗 这爱情才是婚姻的基础 没有爱情别瞎折腾 还爱情 你能不能玩这高雅的吗 妈 爸 你俩有爱情吗 你说说别不好意思 你俩有爱情吗 我们那时候不讲那个 我跟你妈妈呢 第一次见面半个钟头 第二次见面结婚入洞房 大姐 你说你 你有爱情吗 什么爱不爱情呢 那梁手爷为我让人打成那样 我能不嫁给她吗 你看到没 爸妈没有爱情 大姐没有爱情 我跟娘上常也没有爱情 我们过得都挺好 你跟陈宇飞有爱情 你咋分居了呢 什么意思啊 你刺激我呢 实事就是吧 你也分居了呢 你谈谈 篮子 我得说你啊 你不能老是不让宇飞进屋 你这时间长了就成真的了 伤感情 她不服我呀 一年不服你 你一年不让她进家 你们还是两口子嘛 就是 篮子 宇飞长得好 又能说会道的 你老让她在外头晃悠 不是个好事是吧 她现在住哪儿了 住公司呢 也许住民馆 反正她那人 亏待不了自己 那你赶紧找个台阶 让她回家呀 不然的话真要出事 说什么呢 怎么说上她你的事去了 你别在这儿搅和 说老四的事呢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老四 爸 妈 我建议一下 你让老四跟那个小云 接触接触试试 你就别乱点泱泱谱啊 人得接触 你不接触怎么知道好坏呢 是吧 大姐 你说一句 行吧 行什么行啊 大姐 这老四以后怪你的话 我不帮你啊 你别对着我啊 我也是好心 我觉得两个人都挺好的 就看老四怎么看了 反正不管是跟谁吧 早点结婚最好 你这两个人倒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改啊 怎么又说那头去了 怎么又说那头去了 你这人真是的 我刚才说我走吧 你非要让我坐下来讨论 我讨论了你又说我说得不好 我走了走了 你走走走走 没讨论完呢继续讨论 你下次不见了 你让我说的好事呢 好 来 干 干什么呢 小婶 喊什么呀 下 你让她服务员别把我摔 去去去 去服务她点 我这大大半夜的 你把瘦上拔着拔着拔着 没事 我去看 学骡子是吧 行 没事 来来来来 干什么喊了 干什么 干 干什么去你 干什么呀 动手上去 打人仗 打你 那不能够 但你必须得把这个事给我 给我说清楚 什么 什么事啊 你警察呀你呀 我犯法了 谁家说上述犯法呀 犯不犯法不是你说了算的 不 你 那你也说不算 别碰我啊 干什么 妈 我跟你说你听见了没呀 其实我不是对宋姐有意见 我觉得这姑娘吧 还行 但你脾气太差了 这一波一波谁受了啊 现在一个孩子哪有不任性的 妈 我任性吗 妈 你还不任性 就是呀 哪个女孩结婚之前不任性啊 这很正常啊 对吧 妈 妈 我说半天吧 这重点呢 我觉得你都没听懂 我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宋娟啊 她从心里边啊 她有点不太接受老四 如果老四像陈雨菲似的 一年有个稳定的二三十万收入是吧 她现在没房子 证明她将来能有能力买房子啊 问题是老四现在没有能力买房子 对吧 将来她就心里没底 问题在这儿嘛 听说明白了吗 娟儿还行 主要是她妈 说的就是她妈 哎呦 就当初 你跟我二姐夫搞对象那一会儿 我妈不也调三检四的吗 对吧 妈 哎呦 这下挑的挑了挑就 我挑一最穷的 你别老这么说人家志强 多伤人哪 你当时追的人家你忘了 那时候人家车间主任 就是 这典型的贤骗爱富你知道吗 瞧你那样 现在姐夫不太好了 你都能欺在人家头上去了 怎么又说跑题了 怎么又说上我了 说的是老四 不是探草老四 爸呀 你上厕所没完啦 快出来开会啊 大姐 谁上厕所了 你就不能让我堂怀 那你发表点意见呢 这说这么半天了 要我说 行 那我就跟你说 我今天就把话跟你说这儿 宋娟儿 是你妈妈和我心目当中 老四最理想的媳妇 你呢别容不下人家 我告诉你 你是当二姐的 怎么对待你的弟妹 你心里给我想清楚了 这就是我的话 你愿意人家不愿意啊 热脸天冷屁股吗 讨论完了 每天几点了 我该回去了 完了完了 我这儿送你了 停停停停 谁说讨论完了 谁允许你们走了 坐下这才讨论了一半 今天这问题得说透 不说透 前面不都白说了吗 坐下坐下 爸你坐下 坐下 坐下 你坐下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累死我了 感觉我里边有多好处似的 这些孩子 站 给我站住 不就就你这样的还够了谈法 犯不犯法是你说了算的吗 什么玩啥打人的啊 别别别别说 哪儿的 本事了 我没问是哪和行 哪个事 人 凌晓小区的吗 我说見面你傻呀 咱小区有这样吗 哪样呢 胜屋犹呗 嗨 那谁胜屋 你不几年星车说什么话 hm enm destined 等eto 不对 别见过你 你怎么进来的 我走进来我是怎么进 Quinn 我还会不遭你了 我眼睁睁看着你跳墙进来 你好 populations 我 too 看谁跳墙啊 谁跳墙哪有墙 这都换哪儿去 这都换哪儿去 别跟我这只鸡歪歪的 你鸡歪歪也没有用 你必须把这事给我说清楚 听没有 什么叫跟你说清楚 警察还说清楚 怎么叫 我上述我看玩意 你管着吗你 上述玩意了怎么的 你玩什么玩意 你偷窥呗 什么玩意你偷窥 偷窥 偷窥什么呀 你说你大伯爷上述我 我往这家家里看 我把你瞎说什么话了呀 你瞎说什么 我瞎说什么 你瞎说什么 别说 我跟你说 今天 今天队在九块楼这个地方 有个人爬出让我们就抓住了 打起来了 是 打起来了 而且他现在暴力抗法明显 你就赶紧来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背一手 连我儿子都知道 一颗红筋两手准备吗 人家龙龙说的可不是这个 那谈恋爱要是这样 那成什么了 那成脚踩两只船了 就是 人家现在老四和宋娟啊 还没断关系 你又给人家介绍一个 这算什么 这不道德的事 不是 爸 你这话我还真不同意 不要上升到这种高度上 这跟道不道德没有关系 这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呢 你现在很少 像你跟我妈是这个 一个人过一辈子的 没有了 那照你那么说 人家这个半路离婚的 人家二婚的都要拉出去毙了 行了行了 二姐你别说了 你自己都快糊涂了 我是有点糊涂 我就说这事啊 你看人宋娟现在 不露面 不接电话 什么意思 来 你读解读解 那不就是想吹吗 这肯定是他妈教的 娟不会 得了吧 他要自己愿意 他妈再教也没有用 当初他跟陈雨菲 你还嫌陈雨菲是外底户口呢 你拦住了吗 人不也结婚了吗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那你得看看 那是我们家陈雨菲 这怎么表现的呀 雨菲那个时候是没得比啊 每天那个时候都来 每次来的时候全都不空手 弄得我真是 我都不好意思 怎么又说上陈雨菲了 又跑题了 没完没了了你们跑的 你把这事说明 不要不今天这一天 不是白开了吗这个会 哪点意见呢 有完没完 你有完没完呢 没完没了的 你今天就跟魔争了似的 大家早就说散了 行行 我不说了 就你们都烦我 好像 爸你说 你总结吧 听你的 行 我说意见 我意见决定这样 老三 听着 你继续帮老四去找宋娟 行 好吧 其他的人 该干啥干啥 回家 不太好 我白说了这一晚上 坐着我的腰都疼 我送你 大姐 走 大姐 你不许走啊 我为什么不能回家呀 你看看都几点了 走了 你 你走下次我不叫你了 你最好别叫我来 我不想听你都的 走走走走 来 电话响 喂 什么 派出所 怎样 我是咱们小区的保 保安 怎么了 师傅 那个 您 您好 我跟你说这么个事啊 你把你们家的这个 这个门窗都关好 还有窗帘都 都拉上啊 为什么呀 就在刚才有一个男的爬 大树上就往你们家看 爬 错 那个 你别害怕 被我们成功的就给制住了 但是呢 你自身安全要 要 要防范一下 好 那个 打扰了啊 谢谢您啊 那 那你们休息啊 好 谢谢您啊 没 没事 素素啊 什么情况啊 说刚才屋外有个男的爬在大树上 往屋里看的 男的 故意就是一变太狂 没什么事 我跟你说啊 这里头一定有事 不换衣服 我先回去 我说雨菲 你至于吗 肯定有错 对不起 你 我说你 你们回家呀 带她检查一下 我怀疑她这个地方有问题 对了 对了 她这儿确实不太好 真不太好 就好了 麻烦啊 好了好了 神经病出来了 麻烦啊 好了好了 干什么来了喽 心中动动的 我啥事没有 接你啊 真光荣啊 这辈子头一会进派出所 还不接着你 你真给我大姐丢人 你上去干嘛去了 这么有花有草有美女啊 看房子 没看我弄好房子 B 谁信的 有上这儿看房子的吗 就是树上凉快啊 猴哥 在下面和树上看的房子 感觉不一样吧 你瞎说些什么呀 你不是去找雨菲去了吗 怎么又跑到树上去了 找什么雨菲呢 瞎说 你还没交代问题呢 大姐 她找雨菲干嘛呀 你不是借我五万块钱吗 她想去问问雨菲 是真的还是假的 跟她说得着吗 那又不是她的钱 得得得 以后我们家的事 千万别管了 行吗 求求你们啊 你还有完没完了 现在是讨论这问题的时候吗 怎么会是没问清楚呢 分不清轻重呢你 是啊 快点 那你急的 兰子 你先回去吧 先回去 开车小心点 行行行 梁手艳 好好问吧啊 你站住你 大姐抓住了 站住 你站住大姐快抓住 干什么呀 大陆大人 哎呦 累死了 哎呦 这高跟心 没事吧 你说你干什么去了 上上篇 干什么我就随便看看嘛 我在那 你上坟上报纸你糊弄鬼的你 你站在树上看热闹 谁信啊 你不是说找雨菲的吗 找了吗 哎 给你几眼睛呢 看到没 知道了不说 肯定有事这里头 有什么事 我就当你随便看看我 你到底看见他了没有 别跟窗窝 看什么看呀 我跟你说大姐 这里肯定有事 你想啊 雨菲跟兰子闹别扭 至于吗 几天结不回家 就是啊 那是个简单的事吗 他肯定知道 我知道什么啊 比我说瞎话啊 你不说是吧 你不说是吧 行 那现在你今晚站着 谁别回家 我就拽着你 哎 你看到什么 你就说嘛 你瞎 那我说了啊 我告诉你出手补啊 说 放开 你不是去找雨菲去了吗 怎么也跑到树上去 有什么意思 你瞎 大姐 她找雨菲干嘛 你不是借我股帮块钱吗 她想去问问雨菲 是真的还是假的 喂 老板长 在哪呢 我在公司呢 这都几点了 还在公司呢 加班嘛 那个 你有事啊 没事 几天没见你了 给你打个电话不行 你还知道关心我呀 你说我老公 我当然关心你了 如果你把那千万块钱拿回来 我跟他关心 我拿不回来 那你就永远别回来 我 陈雨菲太过分了吧 太不要脸了吧 你听我说过 我给你打电话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打电话 你别来着我打电话 你别来着我打电话 你别来着我 你拦着他 你拦着他 你听你大姐夫的 这电话不能打 那万一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呢 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吗 一个孤单寡女 大半夜在屋里关起门了 能干什么 你说的玩意就不对一点 桌子里得桌脏 桌间的带床 再说也没带床是人家 该桌间说你干啥去了 你在书上待着呢 你刚才应该一脚把门踹开 你知道吧 你进去一抓 都齐活了都清楚了 你在书上待着干什么呢 我踹什么我踹呀 你怎么没在床上 在书上怎么嫁去 你看你看 娃儿 既然不在床上 那可能人家是朋友 互相串个门呢 你行了吧 就你那点生活经验 你还想人家呢 你没有并不代表他没有 知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 这事咱得搞清楚了 万一根本就没这个事 你打电话给兰子 那他们俩肯定要吵架 结果没事变成坏事了是吧 听不听见 听大姐的 我发现你联机当得挺够意思 替人扛着呢 你是别指望 你听女友事人替你扛 不是人两个好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她是我亲妹妹 我亲妹妹的丈夫 在那边说搞这种事 我当姐的我不知道 我不管了 我知道了我糊涂了 那有这么当姐的吗 别说是不是姐的事 就这种事情吧 我跟你说 这倒是真话 你说两口子离婚了 男人在外头好找 女人要是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呢 哎呦我天 你们这两口子仇死我了 你们俩有一个脑子清楚的吗 什么叫我们有一个脑子清楚的 你们俩真是一家的 你不嫁给他可惜了了我跟你说 就你聪明大劲的 我告诉你啊 没惹人篮子 篮子聪明这没惹人 篮子早就知道你知道吗 不说破而已 你说咱们这么一闹吧 倒会事了呀 装糊涂得了 哎 这事可不能装糊涂 万一雨飞要真有这事的话 那咱篮子不就吃大亏了吗 要我说呀 这事必须给查清楚了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陈雨飞在外头 这要真有这事的话 那咱们得好好找她说道说道 教育教育她 姐 你终于明白一回 你什么意思 你说得对 不是 你干什么呀 你在啊 不是 废话嘛 跟你说我加班呢 加班 是啊 这不是这两天公司的空调缓 喂 篮子 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我爸说了啊 你要是再不回家的话 他就亲自过来请你 我爸说了啊 我爸说了啊 还是老岳父好啊 你 我怎么了 我不想麻烦人家老人家 我说嘛这么晚 找我什么事呢 原来是我老婆大人 亲自来请我来了 哎呀 能回家最好了 那就不加班了 走吧走吧 走回家 等等 我告诉你啊 我让你回家并不代表 这七万块钱的事 就这么过去了 你吓死我了篮子 哎 任天 你放心老啊 只要能回家 七万块钱的事 咱们都好商量 没事啊 呦 你都不知道啊 这两天呀 我的日子过得生不如死 他单身生活太可怕了 七万块钱你放心 我肯定还给你 我走走走走 哎 老婆 老婆 你别多给我拿走啊 你拿走我怎么活呀 我也不知道钱在哪张卡里 就在这张卡里头吗 查完再说吧 查吧 反正我又不怕你查 哎 你说有一件事 我就想不明白了 像你这么大爷孝子 怎么好意思张卡 问你妈把那钱给要回来呢 你真想知道啊 说吧 那行 那我就告诉你 我给我妈 这次使用了苦肉剂 我跟我妈说 我说妈 你要是不把那七万块钱退给我 我媳妇就要跟我离婚 你儿子命不好啊 娶了这么一个不懂事 不孝顺的儿媳妇 说谁 说谁呢你 你 她那样 还演吧你演 还不懂是孝顺的媳妇 谁演了 我多真挚啊 你看你看 这不是演了一会儿吗 你看 撒谎吧你就 我怎么又撒谎了呀 陈雨菲我发现 你这撒谎的本领 可是炉火纯青了 你这 是 不过这些也好 把钱给算是要回来了 记住了啊 再也没有下次了啊 我知道这不是都在你手里头吗 想要下次也没机会啊 是不是老婆 不管不管 好 借 借 借借 借借借 喂 哦 苏总啊 你好 对 是的 是啊 这就是我真实想法 行了 今天太晚了 不说了 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你说我老板真烦人 这么晚了打什么电话 咱们关机 跟你老板这么说话 你不想干了呀 我跟你说 我还真是不想干了 最近呢 有几个猎头 给我推荐了几家不错的公司 薪水 待遇 工资 都比现在好 说得这也是啊 你说人总得往高处走吧 这换完工作得换老婆了吧 是啊 不 不 是什么事 你怎么 我跟你说你怎么差点把我带到沟里头 你知道不 我这脑子又笨 嘴又笨的 你这么一带差点让我中了你的奸计 你还笨呢 少屁了你 不理你了 我累了 睡觉 奶奶 好久都没有爱 好久都没有爱了 好 先少了 嗯 你睡你什么的 你睡你的 不应想啊 嗯 嗯 累啊 我去一趟一到晚呢 你说 我怎么就这么累啊 是啊 一爱就不累了 来来来 哎呀 哎呀 不跟你开玩笑 真累了 真累了 我都快成和尚了 出觉 哎 哎 你这是干嘛呀 什么干嘛呀 我来看着你啊 我让你送啊 打地儿起 天天看着你 你甭想再跟那场景往一块儿凑合 要店呢 不干店了 那用不着你操心 我早安排好了 噗妈 你这是 你这是打算跟我跟长江 长期战斗下去了 那是 什么时候 你找到一个 除了长江以外的男人 成家结婚了 当然先接条件是 这个人的各方面条件 都必须强于长江 咱俩就算彻底消停了 那你把我绑在裤子戴上得了 我还真想 行行行 你在这看着 我上班去了 你等等 来 给 这 什么呀 这是你益政阿姨 给你介绍的一小伙子 听说这小伙子条件还不赖呢 电话号码你赶紧记下来 别回头人跟你联系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 你也太神速了吧 我跟长江还没有分手呢 怕我嫁不出去是吧 废话 那女大不嫁 愁坏娘 你是不是要愁死我呀 愁什么愁啊 我才多大呀 你那什么 剩女的行列 那还十万八千里呢 一天都了 你 你看 天哪 我又不是说 让你见一个非得好一个呀 那你说挑挑俭俭俭的 那是不是得费功夫啊 拿着 这必须得见 我没心情 我告诉你说啊 没心情 创造心情也得见 别回头你有心情了 人家没心情了 拿着 拿着 瞧死谁 是她谁 紧张 银布 我说现 falando envision 大姐二姐 你二位怎么在这儿啊 一菲 你还觉得我们俩是你大姐二姐吗 二姐怎么这么说话呀 我哪儿又做错了 不 你真觉得我们俩 不是外人是吧 必须不是外人的 你二位一直都是我亲姐姐 那就行 那咱就找地儿聊聊吧 行 我请二位喝咖啡怎么样 行啊 不用破费了 对 二姐不给你这机会呢 大姐 二姐怎么看的今儿火炬这么大呀 二姐 您得喝点茶软茶 别贫啊 有你说话的地儿 走 大姐 走吧 过来过来 坐下 咱们 不对啊 这怎么像水门犯人呢 不是 二姐 我就没搞明白啊 我到底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你给我明说 我肯定改 你这 别的事情好改 这事 不太好改 我跟你说 我怎么越弄越糊涂 我到底怎么了 我说你在家吃不饱是不是 吃得饱啊 吃得饱啊 吃得饱你到外边找野食 哪儿 这么粗的话也说得出口 我怕我说得太细分了听不懂 跟您打听个事儿啊 昨天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个上述的呀 咱是这小区的保安只负责你..你们的安全 法院上树的事咱管不了 是 是 我是说上树 树 大树的树 有 有 有 是 昨天那 有 有事吗 不是 他是我一亲戚 把那钥匙给丢树底下了 我想帮他找一找行不行啊 行 来给他开一下门 给我开一下啊 谢谢啊 二姐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媚妇呢 我这儿很疼 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蔑我 往我身上扣屎盆子呢 大姐 我跟兰子什么样你了解对吧 我们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就是 是不是 我承认 我跟兰子有时候三天一打架 五天一吵架的 这根本不影响我们的情感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 这不如栽桑陷害吗 你说会不会是你大姐夫看花眼啊 哪头呢你去 我告诉你 如果 你今天就说 那大别野里那男的 别树 别树 我知道 大别树里那男的不是你 那咱就给大姐夫打一电话 他叫他来啊 对着对着 看到底是不是你 给大姐夫打电话 打电话 不用打 是我 招了 玉飞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 她是我的同事 她是我的老板 她是我上司 我在她家谈的正事怎么了 你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 办公室咖啡厅哪不能谈工作呀 跑人家去谈 谈恋爱呢谈工作呢 不是 二姐啊 我就知道你会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我 我跟你说她是这样子 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在我公司干得不太顺心 我想辞职 但是我这个上司呢 对我平常挺好的 我想嘛辞职之前 到她家去亲自登门拜访一下 给人好好解释一下 我想走了走了 好聚好散嘛 不要得对人 是不是 你看那这撒谎撒的啊 脸不辨子心不掉 你看那眼睛 你看 我没有撒谎 我告诉你 蓝子知道这事啊 要不相信我给蓝子打电话 你把我妹妹都编里了 你胆推大了吧 我想起来了 你大姐夫好像说了 当时那个女的刚洗完澡 你好像还穿着睡衣呢 对啊 人家洗完澡 你穿着睡衣算怎么回事啊 是啊 我穿着睡衣算怎么回事呢 别 对呀 是啊 我为什么要穿睡衣啊 问你呢 是啊 我为什么穿睡衣啊 别 就是啊 接着别 我为什么要穿睡衣啊 谁说我穿睡衣啊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肯定是我大姐夫说的 我大姐夫这人平常说话满嘴跑火 他太夸张 他又不是新天的毛病是不是 那倒是 你大姐夫是有这个毛病 满嘴跑火车 凡事啊就爱夸张胡说 行了 回去啊 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说哪儿呢 说哪儿去了 你把现在说他的问题 跑情了 回来说你呢 说你呢 说你呢 我告诉你啊 你二姐我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但是这种事瞒不过我的眼睛 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有问题 二姐你要这么跟我说话 我就无话可说了 好 我不想跟你们聊了 我跟你说 我知道我怎么解释都没用的 我知道我跳金环盒也洗不清了 这么着 我 我跳得活 我死给你们看 我当着你俩面跳 我心里就跳河 雨菲 雨菲 我不能死 我为什么要死呢 我怎么不清不楚死了 我对不起你们 我对不起兰子 我跟你说这事 我非得解释清楚不可 别演了你死去啊 别解释 演演死之不怕开水烫 你看这一出你看 大姐 雨菲你先别着急 来 大姐我心里堵得慌 我难受我委屈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难受啊 咱不委屈 其实啊 我跟你二姐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把这个事情问清楚 我的意思是呢 如果这事有 没事 咱改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要没有呢 那不更好 你说是不是 大姐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想说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他说什么你都信 他撒谎你看不出来啊 那些耗贼眼里边全都是谎言 我告诉你 今天你当我和大姐妹 必把这事情说清楚 要么你喜欢你跟谁过去 要么你跟蓝子离婚 胡说什么呀老二 这是你一个当姐该说的话吗 动不动就离离离 事情不是还没搞清楚呢吗 你不要出歪主意 不用搞清楚了 还看不出来吗 这抵赖撒谎 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就是一种欺骗 吃着碗里的看着过来 能把大姐夫在外边找人 你心里能舒服吗 这哪跟哪啊 怎么又扯起你大姐夫了 他是那种人吗 意思是一个意思 当然不是一个意思 我想说的就是说不能欺骗 你想说的就不能清楚 大姐 大姐 二姐 就你二姐夫说清 咱不吵 咱不吵 不是不是 我跟你说 他一直就这样 给你脑子降服 我跟你说大姐夫 观念落后 大姐夫也落后你知道吗 大姐 你跟大姐夫要学习文化 不能怎么这么糊里八度的 二姐 你别人啊 说谁呢 说谁呢 说你呢 就是说你呢 我 你俩给搅和了 大姐 二姐 我知道你们俩 为什么这么激动这么生气了 真的 我心里头清楚 你们俩个是为了我跟篮子好 我知道 我们俩个一定好好过日子 绝走不到离婚这一步 二姐 大姐 你们俩个踏实了 我们大家都踏实了呀 那倒是 对不起 刚刚刚刚刚刚我跟大家说 了 真的 对不起 我 你好 你 我